当播足球快讯,2021年2月3号,明尼路攀斩哥瓦斯,星期四早上,巴甲有三场好戏同时上演,其中一场为哥瓦斯主场迎战明尼路的比赛。 哥瓦斯近期表现麻麻,过去五轮联赛输足四轮,今次面对正处于两年胜之中的明尼路,哥瓦斯主场轮陷在所难免。 哥瓦斯今季退步十分之大,如今打完三十三轮只有七胜八和十八负的劣迹,毁裂降班区中,在联赛还有五轮的情况下纵落后身前球队六分,其身上的呼吸压力可想而知。 进入2021年,哥瓦斯的表现依然没什么太大的起色,虽说前仗在拉肺尔摩拉的大领下,以四比三击败山道士,但这场胜利并没有被球队重新振作起来。 上将作客户明尼斯,哥瓦斯全场被动,龙门在上半场就三次被攻破,最终逆零比三输球。 更为不理的是,哥瓦斯最近两次面对明尼路军以输球告终,而且得失球比为零比五,今次对女哥瓦斯应该难有作为。 在阵容方面,前锋卡奥因伤无波踢。 明尼路今季战绩突飞猛进。目前33轮联赛赢18场,暂时以60分排在职分榜前列位置,同目前排名榜首的国际体育会只有差5分,更何况联赛还剩5轮。 明尼路依然有完成反超的机会。 而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么大的进步,攻击手马高斯达斯华的发挥功不可没。 这位巴西前锋还曾在9月对阵哥瓦尼恩斯,同金美奥的比赛连场上演武指起发,但不幸的是,马高斯达斯华目前受到伤病侵扎,现在还是不知道何时才可以复出。 不过不用担心,明尼路阵中还有多名表现同样出色的攻击手。 之前长时间陷入,入球方的奥兰加路最近仿佛被人打通任督二蜜,过去七轮联赛攻入5球,目前攻入8球的他也是球队的第二射手。 另外,伊莎莎和沙华连奴等人,都有不错的发挥,分别有8个和7个入球。 今次在他们的带领下,面对近期表现飘忽不定的光瓦斯,明尼路拿了3分问题不大。 我们是安播足球快讯,多谢你的收听。 李斯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